主持人 一个女子 居然为了穿男人的衣服 去衣裳 我敬你身条汉子 又是你 这毒 可还有碱 什么毒 那是我亲买的香粉 不是不是 傅大人 可否要令爱来我这里 当书童一悦 这 小语生性完品 再给先生平田麻烦 你说我从这儿回去会不会变得 学富武车才高八道 拨骨通筋 满腹经纶 算了 不难为你 这是什么 这么粗糙 这是我亲手做的第一根策刀 不过现在看来 他好像不喜欢 罢了 容了 不不不 太喜欢了 太精致了 师父 我一定会抓到凶手 这是女儿家身上的抽丝 他那白衣服上似乎有血迹 难道 真的是肃王 肃王下了死令 可杀过如玉楼 如玉楼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十恶不赦 我现在是如玉楼的新楼主 你是想本王抓你 喜庭听别 我们从此以后就是敌人 安王就是想要嫁活给肃王 让你与肃王之间产生嫌隙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或许 是因为他爱你 等等 我想永远做你的小跟班 可现如今这样 不都是拜肃王所赐吗 他对肃王恨之入骨 就是想让肃王死 你灌醉我 想干吗 当然是要做一些 殿下清醒的时候我不敢做的事情 我们来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